現在繼續要來講 日式休息營業的便利朝鮮 三五腳步就一間店 民眾要吃點心 吃消夜 甚至要吃三餐 都可以到朝鮮來改革 果然 台灣兩大朝鮮 7和全家 夾這都搶搶滾 朝鮮的東西有夠多 有人嫁錢 有人嫁 第二米兩 如果三餐都可以在這裡吃 過路人要吃點心也沒問題 自己感覺蠻好的 而且也蠻好吃的 想吃的時候就會來超商買 三明治 飯糰等等 鮮食商品琳琅滿目 搭配飲品還有折扣 業者出招 搶供市場 也帶動營收成長 以朝鮮相鄉公布 今年前幾月才不來講 通過朝鮮歲後 賺三四億元 年輕到半月五點六三 這是零年來降級的第二餐 帶動營收最有餐的 類伯的行動 最多有夠八千 全家稅後賺兩億六千萬 年輕到半月三十二點 營 這是零年來降級的第三餐 蟹食区 業績年輕到超過三三 省食令動 令動市場也是 平家必經二地 全家導住一營 改建主要的令動 省食的三山 在全台灣兩千多景店 可見四萬的令動櫃 還有少許跟望峰明人聯名 通過朝鮮跟中泊塞合作 歐客來的婦也輸了人不輸了 要求這個指定 人家想要求問買東西 還有方便性 以照日本媒體調查 在日本營增便利商店 要摸五十年的時候 當地因為牆手不夠 若跟輸球量減少頂頂因素 有六大連鎖的朝鮮總共 五萬五千五百經的門市裡面 差不多六千四百經 沒有提供日市休息的服務 占11.5% 其中北海道市場的兩頭 西康末度 條件店面的占比最高 有夠百分之八十七 有在地人跟UK就在說 生活變得很不方便 也知道台灣目前沒有受到影響 在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